中共統武派學者 曾經宣稱中國疫情死4,000人 等於沒有死人的中共統武派學者 李毅近日再出狂言 說即使打爛台灣也沒什麼 只需要由大陸移民過去就可以 6月6日微博號《武力統一》發表一段影片 影片中李毅是一場飯局大港統武台灣議題 李毅聲稱 大陸要做好打核戰爭 武統台灣的準備 然後在開打的前一天 將兩岸和平統一協定送到台灣 逼台灣投降 並預計台灣在開戰的最後限期前 會同意在統一協議上簽字 李毅還宣稱對大陸最壞的結果是 就是台灣當局、台灣軍隊、台灣2,300萬人 決心被統一、無零死 2,300萬人戰到底絕不投降 但是中共武力統一 和重建台灣是小菜一碟 李毅還仰言 大陸最擅長基建 台灣人死了怎麼辦 大陸有14億1,000人 台灣才有2,300萬 大陸可以移民4,600萬到台灣 也是小菜一碟 據悉李毅今年5月 受美國陷西海外橋商聯合會邀請 以中美關係和台海局勢為主題演講 上述的言論 就在期間雙方的飯局上說 李毅以鼓吹反美和武統台灣而聞名 民間稱他為中共國師 2020年底 李毅曾經在深圳曼倫壇上宣稱 中國和美國疫情死亡人數比起來 中國死4,000人不算死人 可以說是零感染、零死亡 他說完這番話還嘻嘻大笑 相關影片最近在網絡上流傳 受到國內外網友強烈譴責和聲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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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